24小時的火化爭議 中央目前還是沒給出 一個正確的指引 不過新北市政府 現在有了最新的四項措施 就從6月20號開始 會免費提供視窗型濕帶 還有在三峽殯儀館 設置臨時的冷藏櫃 另外也會規劃臨時入戀區 跟儀式告別區 另外還會設置排位送金駐島 讓家屬們能夠陪伴親人 走完他們人生的最後一程 而會這樣子 就是因為COVID-19的關係 那麼今天新增加了 COVID-19的染疫死亡個案當中 要特別注意的是 有一例是30多歲 這名患者他是有心臟病 是一名男性 在確診之後 出現了心臟衰竭 還有腎衰竭 四天的時間就不治 還是過時 30多歲的年齡層 有一位死亡的個案 是一位沒有接種疫苗的 有慢性心臟病的一位男性 他是在這個染疫後 就是出現了這個心臟衰竭 就本身的這個心臟病惡化 以及有這個出現肺水腫 那原來的這個染疫引起的肺炎 也導致這個呼吸衰竭 所以有心肺雙方面 雙重的一個效應 導致不幸過世 他是從6月7號發病確診 期當日就已經就醫 不過經過救治 還是不幸在6月11號的時候 往生 這是今年死亡個案裡面 年紀比較輕的一位 那麼確診之後 每個人的症狀都不一樣 像陳時中他的狀況是如何 他的確診第三天 發燒的前三天 他說目前稍退了 但是身體還是會有一些酸痛 目前有一些咳嗽的症狀 但重點是他渴起來骨頭會痛 其他的狀況都還好 陳時中表示 他有按照醫師的嘱咐 用莫沙東的口服抗病毒藥物 莫納皮拉尾 同時他因為有其他的慢性病 所以不適合服用的是輝瑞口服藥 陳時中說 經過這一次的確診 他想告訴大家 確診了就好好的休息 聽醫師的話 吃藥多休息就不要想太多 剛剛也講了 每個人的症狀不一樣 一開始我有問聊天室的人 像比方我的朋友們 他們是喉嚨好痛 那該可以吃什麼呢 以及如果真的確診的話 有沒有可能會再重複感染呢 台中有一名56歲的男子 他是染疫康復之後 但很奇怪 他還是持續咳嗽超過一個月 當初覺得還好 應該沒事吧 但這是長新冠的後遺症 一直到爆咳 讓大家覺得受不了了 覺得可能真的有問題 他才去看醫生 沒想到一檢查發現 他的左上肺破了一個 2.5公分的大洞 居然是感染肺結核導致 染疫狂咳 就算康復也還是咳到爆 不少層確診的患者 以為是長新冠後遺症 但要小心 很有可能是其他病症 台中一名56歲男子 確診康復後咳了一個月 不認為自己有問題 但旁人很害怕 以為他在散播病毒 男子趕緊就醫 一檢查不得了 居然是感染肺結核爆咳 左上肺還破了個 2.5公分的大洞 醫師說長新冠可能有咳嗽 胸悶呼吸困難 胸痛及喘氣等症狀 但咳嗽也有可能是 激發性病菌感染或肺腫瘤引起 酒咳不育 誤以為是確診後遺症 好在男子最終就醫治療 要不然肺結核嚴重的話 還可能多走性命 記者韓志欣 王石函 台中報導 大新資訊公司輸入的 富樂快篩 拿大陸產品的混沖 為是美國之無法顯示 C線被食藥署要求 追回237萬劑的產品 但其實早在大新之前 去年11月生技公司 EU科技就通過了 食藥署專案輸入許可 中文的譯名就叫做 福樂快篩 並在今年的2月 拿到了600萬劑的 輸入許可 但在3月時候 卻發現了美國FDA視訊 警訊告訴大家 可能是有假貨 EU科技在多方查證之後 5月主動向食藥署申請廢紙 不過食藥署並沒有即時受理 而是直到6月10號 才受理禁止進口 而管掌到大新資訊進口的 富樂快篩試劑 沒有辦法呈現出 吸線還有梯線 它的不法獲利 至少有超過1億多萬元 目前羅一軍表示 食藥署EUA審查是非常的嚴格 但還是有很多措施是不防小人 目前檢調也已經進入調查 我們食藥署 他其實針對這個EUA的這些審查 都其實算是蠻嚴格在審查 那針對送審的資料 都會嚴格的把關 不過有很多的措施是 可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 所以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後 當然我們的檢調單位都有介入 去進行嚴密的調查 如果有發現有這個不法作弊 或者是這個申報不實的情形的話 那當然我們都會嚴處 那目前這整個相關的公司 他生產的這一個檢測試劑 都已經嚴令下架回收 所以我想應該市面上 是會很快就找不到 這樣的一個檢測試劑 那針對他如果有查出來 一些不法的事實 我們除了就是會嚴處之外 也會針對他是不是在當初 申報的資料有造假的部分 再提出來就是做追究 有名確診者說 儘管他已經康復了 但走到餐廳的時候 還沒有踏進去用餐的勇氣 因為他很怕再被感染 完章曝光之後 立刻引發了很多 已經是確診康復的人 來進行討論 大家都說 剛出關的時候會特別的小心 但時間久了就會鬆懈下來 還有人說從來都不相信 有所謂的無敵心心 因此堅決的內用 所以會保護 是保護自己跟保護他人 就是不要再去內用了 不過也有人認為 最容易感染的場所 其實不是餐廳 而是公司 就有苦主說了 上班大家是碰來碰去 我N95戴了兩年 同樣是中標 不曉得大家怎麼想呢 所以你認為 什麼地方最終一展翼 也歡迎你在聊天室當中 跟我們一塊來分享 九條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昨天指出了 有新增加了是123死 其中有兩個是40多歲的中年人 都沒有慢性病史 都在居家照顧解隔離之後死亡 這兩死也讓國健署前署長 邱淑提懷疑台灣可能已經出現了 MISS A 邱淑提表示 MISS A的A 就是成人的意思 跟兒童版的MISS C 都是先感染新冠 然後才發生了多系統發炎症候群 MISS A好發在於年輕的男性 跟兒童不一樣的是 成年的病症在心血管系統上常常會出現 臨床表現 除了發生了有嚴重的心臟問題 像是心肌炎 心包膜炎等等 他並引用了美國疾管署的提醒 當持續發燒出現了胃痛 紅眼睛 腹瀉 瞳癢 皮膚有疹子 嘔吐等 任兩種以上的症狀時 主要懷疑這可能是MISS A 大人要特別注意 如果有呼吸的困難 胸痛 胸悶意識不清等等 就要馬上送醫 這是秋暑題提出來的新的觀點 那麼今天增加的是 392例的中重症的個案 那麼其中有一例是 國內首例的青少年 感染到MISS C的個案 她是一名13歲的男童 在5月初的時候她確診 6月初的時候又再次發燒 之後出現了紅疹睫膜炎等症狀 送急救之後確認她是MISS C 今天的MISS C個案當中 有一位是到青少年的年齡 是我們首例的青少年的MISS C的個案 是一個13歲的男性 沒有慢性病史 那她在去年的9月跟今年的1月 都分別有接種過一劑的這個BNT的疫苗 那5月3號的時候確診 那當時有發燒兩天的症狀 後續就康復了 不過在6月6號的時候 又開始出現高燒到39度4 另外在6月10號 就是持續發燒四天左右的時候 又出現了全身的紅疹以及這個雙眼的睫膜炎 另外有咳嗽喉嚨痛腹瀉腹痛 還有胸悶跟喘等等這些症狀 所以在隔日6月11號去急診就醫 那因為抽血發現說有發炎指數升高 那經過醫師評估 診斷符合這個密西醫的這個診斷的準則 所以目前是住院在接受相關的一些藥物治療當中 那這一案是並沒有助到加護病房 因為它並沒有併發一些像 休殼等等這些嚴重的情形 如果您的空間比較大 可以選擇這一組是4公升的霧化器 裝滿之後就可以連續來噴8個小時 如果你空間比較小一些些 您可以適合這一組比較小的攜帶型的USB插頭 這次可以噴2到4個小時 防疫不能等 請趕快上快點GO